大家好,欢迎收看9月30日的开市起跑线 中央推出组合权提振经济 叠加美联储降息利好游债 刺激港股上周大幅上扬 恒生指数突破2万大关 上周五最高见到2万0743 受报2万0632 相对前周大涨2373点 升幅13% 周五成交破利来几路 达4457亿元 估计指数按周上升14.4% 恒生科技指数周升幅更达到20% 护生股市上周一大幅上升 两市成交连续3日破万一 上证指数从约3000 上周五收报3087 按周上升12.8% 深层指上周五收报9514 周升幅达17.8% 美股方面 道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上周双双创历史新高 周升幅同为0.6% 纳指按周升近1% 美国第二季实际GDP年化 季比中值3% 略高于预期2.9% 8月个人消费开支PCE物价指数 按年升幅回落至2.2% 符合市场预期 按约 则升 0.1% 均符合预期 核心PCE 按年升幅回升至2.7% 符合市场预期 按约 则升 0.1% 低于市场预期 本周五将公布九月飞龙就业数据 将成为影响联储局 降息前景的焦点 另外 国庆假期 A股从本周二休市至下周一 在北水暂停的情况下 本周港股可能出现回车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 维才动力 股票代号2338 维才动力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汽车 及装备制造产业集团之一 一直自立于打造最具品质 技术和成本三大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并成功构租起了动力系统 商用车、农业装备、智慧物流等 产业板块卸同发展的新格局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集团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4.9亿元人民币 较2023年同期增长6% 股东应占净利润为59.03亿元人民币 大幅增长51.4% 利润增幅远超收入和销量增幅 销售利润率达到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 按业务板块划分 发动机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49亿元人民币 增长6.6% 其中天然气总重卡发动机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3.1%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327.76亿元人民币 增长2.1% 其中新能源商用车销量2840辆 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在轻能传产业链运营重点区域 先行示范区域 完成产品布局 轻燃料电动重卡销售位居行业前列 农业装备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06.18亿元人民币 增长25.5% 其中海外出口销量大幅增长68% 智慧物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41.92亿元人民币 增长4.7% 集团海外控股 此公司德国凯奥是智慧物流领域的 全球领先供应商 自立于为全球工厂 仓库和配送中心等提供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 集团将坚定科技创新巨动打造产品和新竞争优势 并聚焦三星业务发展 推动新能源 新科技新业态落地 建议买入价13.3元 目标14.7元 只损位12.6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中央就是效应持续 A股延续连日来的强势 上证指数高开48点 随后移应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现延迟现象 大师横盘了约一小时后再度恢复波动 午后升幅扩大 以全日高位收市 收报3087点 涨86点或2.88% 成交4806.13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幅开市已升穿9100点关口 随后升市显著 一度突破9600点 最多涨703点或7.89% 高见9619点后回顺 全日收市报9514点 涨598点或6.71% 成交9653.92亿元 市场交投畅旺 两市成交合计增于两成之1.45万亿元 总结上周 互值累计升350点或12.81% 连升两个星期 日经方面 亚太区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连升两日 日经平均指数幅开市 急升穿39,000点关口 午后升幅显著扩大 以全日高位收市 收报39,829点 涨903点或2.32% 日股上周累涨2,105点或5.58% 美股方面 美国通胀缓和 强化联储局继续减息的理据 美股中午个别发展 道指高开52点后 升幅曾显著扩大到453点 见42,628点即是新高 最终丢失大部分升幅 仍然创收市 历史记录新高 道指一度出高0.32% 至5763点 其后反复转跌 以科技股为主的 那指最多反复滑落0.67% 美股收市 道指涨137点或0.33% 报42,313点 道指回涂0.13% 报5738点 那指跌0.39% 报18,119点 美元方面 美国通胀数据 较预期放缓 联储局11月减息 办理的可能性升温 美元汇价中午偏软 日本执政自民党 选出新总裁 日元汇片几涨于1.8% 美汇指数最低层建 100.157 是去年7月20日以来 最低水平 跌幅达0.4% 连跌周数预料 延伸至四周 石油方面 市场憧憬中国 继续推出振兴经济措施 加上中东局势紧张 国际油价中止 连跌两天走势反弹 纽约期油收市转升 51美鲜货 0.75% 每桶报68.18美元 上周跌3.97% 黄金方面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 市场对联储局 11月减息办理的揣测升温 加上美元汇价偏软 但现货金未能扭转跌势 不过 上周仍保持上扬 连升周数延伸至三周 纽约期经周五 跌26.8美元 每桶四报2668.1美元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